好 持續呢我們帶各位來關心到的是呢 現在在新竹的部分呢 剛剛講到了要挖出這個大祕寶的部分呢 現在高宏安他的這個策略怎麼樣呢 而他現在目前在網路上拿下的支持度又是如何呢 在這邊呢也在這個我們線上聊天室 簡單做個小小民調一下喔 大家認為呢這幾個選項你怎麼來看待 好 這邊呢是特別喔 你看到高宏安的日間你姓誰呢 我們看到YouTube的桃園孫先生頻道他問了一個問題 他說高宏安公布新竹棒球場趨失 民進黨議員批評高宏安是政治動作 好 覺得誰對誰錯 你看到了96%認為高宏安比較對 那麼2%的認為民進黨議員比較對 那也有人呢是沒有意見或是其他的狀況 但整體來說你可以看到呢 在這個桃園孫先生的YouTube頻道上面呢 這個大部分人是認為高宏安做的比較對 但是呢這個明導電子報的董事長武子嘉呢 也做出一個提醒 他認為說呢高宏安喔 如果說呢沒有來修建一下方向的話呢 這恐怕是會失敗的 為什麼呢 他說你要趕快去抓林志堅貪污把柄啦 不然呢你自己被政治追殺的同時呢 或者是說你認為說應該要還你一個清白的同時呢 你如果不先把林志堅幹掉你要怎麼救自己 這個是呢武子嘉所給出的一個方向跟他的認為啦 而另外呢我們看到羅志強他怎麼說的 他說現在接下來討厭民進黨的共辦效應其實是會越來越強的 在2024呢徹底會吞噬掉民進黨 好在這邊呢我們持續也要來請教大謙哥 好請教您呢剛剛我們來看到是現在很明顯的 以高宏安來說各界都認為 他如果先不把這個大秘寶給挖個徹底挖個完全的話呢 自己恐怕呢也是很難脫身的啦 所以在這個部分呢是不是連帶如果他能夠持續的追到底 真的挖出大條的挖出大圍的 確實會牽動到整個2024 我想這要分幾個層面來講這個問題 其實對台灣人民來說 大家都很希望知道 過去8年新竹市發生了什麼事 那麼大家也都很希望知道 過去8年那個傳說中的五星級市長的市政 是不是真的如同當時他們所吹噓的這麼的好 所以其實今天大家在看新竹市相關弊案的這個偵查工作的時候 我相信台灣人民並沒有把他跟高宏安 是否要用此來作為自救的一種方式來做聯集 那麼第二我也相信高宏安在查這個前任的相關市府團隊 有沒有設入一些工程弊案的過程當中 他的思考點也不是在於說 這個對他自己現在所面臨的這個司法追殺 到底有沒有幫助 因為這件事情其實在高宏安的相關司法案件爆發之前 大家就已經在密切討論了 那麼大家都很希望政黨輪替 然後把新竹市棒球場的相關問題 還有其他這個林志堅原本引以為傲的很多公共工程建設 是不是也有發生類似問題的狀況 做一次清楚的全面的這個盤點 所以那麼當然武子嘉董事長是站在一個 對高宏安這個利益思考的這個出發點 來做這樣的建議 但是我並不認為 就是說高宏安要做這件事 或者台灣人民關心這件事 是在於武子嘉董事長所提到的 就是說是不是他把林志堅的事情掀出來 他的司法訴訟就沒事了 或者是台灣人民是不是真的這麼關心 說這是這個高宏安用這個方式來微微就照 其實我相信這中間是完全是兩件事情 就是說林志堅有事也不代表高宏安一定沒事 那麼這個做這樣的連結其實反而沒有什麼太大的意義 而且做這樣的一種政治連結最後的結果 反而會失去了高宏安在清查新竹市政府前任的 這些相關弊案的正當性 所以我相信高宏安做這件事情 只是出於大家的期待 而且出於一個政黨輪替後的新市長 應該完成的工作 應該給大家一個真相跟交代 那麼當然剛才慧容講到說 這對民進黨來說 會不會造成2024年的衝擊 當然會因為過去在8年的過程當中 蔡英文執政的過程裡 大家大概耳熟能詳的 就是蔡英文的小英男孩 大概就是林志堅 鄭文燦 林又昌這三位 那麼當然我們現在很期待的看看 基隆的謝國良 桃園的張善政 新竹的高宏安 能不能夠在政黨輪替之後 把一些相關大家關心的問題 跟一些弊案的疑運做一個徹底的清查 因為但是過去8年來 其實很多問題都曾經被拿到檯面上來討論 只不過是因為民進黨一黨獨大 他掌握了所有的媒體輿論機器 所以才把這些問題壓下來了 不只新竹的林志堅 桃園的鄭文燦 鄭文燦過去有多少人掀出了 各式各樣的這個弊案的風波疑運 還有到檢調單位去舉發的 這些東西比比皆是 只是都沒有下文 媒體也沒有報導 所以我們當然期待說 高宏安能夠有這樣的道德勇氣 來清查前任的一些相關弊案的時候 我們也在這裡 拜託這個桃園市的張善政 跟基隆市的謝國良 也能夠像高宏安一樣拿出這樣的勇氣跟魄力 把這些東西查得清楚 查個明白 如果沒有還他們公道 代表他們真的是五星級的市政 如果有 那麼也還給市民一個公道 不要讓市民永遠的被欺瞞下去 那麼這些問題對民進黨來說 當然就是會形成一個骨牌效應 民志堅的五星級市政形象的破滅 接下來如果一個一個的骨牌 不斷的倒下去 對於民進黨2024年來說 當然是一個致命的衝擊 來大家科普一下 水神跟病毒呢 還有細菌在打架的時候呢 會變成什麼 變成水 沒有殘留任何的污染性 那一天使用個百字千字 其實也不會是傷到你的皮膚 那家裡有小孩的孕婦的都可以很適用 哪裡買得到水神生成機 請上快點GO 輸入我的推薦代碼 就會有折扣喔